来 金针公公 求您躺我 让我赌一回吧 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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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请皇上 我 不是你是谁 快去 你 站住 你干吗的 你是哪个宫的 我 奴婢是启强公公的婴儿 李公公 家被娘娘生产不顺 可不请皇上去看看 皇上正和高兵大人议事呢 吩咐了不许打扰的 这样吧 等高大人一出来 我立刻去禀报 都淋湿了吧 金针 你送婴儿回启强公 喳 你去吧 好 婴儿 在启强公被人欺负了吧 没 没有 那这风雨来鱼律区的 苦筛事会轮得到你呢 可惜了 那么漂亮的一张脸 莫在了启强我 谨证公公 我只是一个最卑贱的公女 但是很久没有人 跟我说这么冷心的话了 小心水 卑贱不卑贱 得看是谁 自从王清作孽宫里 就指了宫女和太监的婚围 可暗地里哪个宫女和太监 不相会找个卑贱 我师傅礼玉一路靠的是 贤贵妃爬到现在的位置 婴儿 你这张脸 敢不敢躲递 我若帮你把事情办成了 你在皇上跟前 坐我向上爬的梯子 若是傅长 你跟了我 亮来以后 也无人敢再欺负了你去 如何 我 金正公公 求您躺我 让我躲一回吧 这就是皇上和太后赏的满月礼 是 都是按着规矩赏的 一点没多 一点也没少 七二个满月的时候 足足多了十倍的赏赐 怎么到了本宫这儿 就非得按着规矩来 怎么哭了 来 抱下去吧 快 哭有什么用 还不如齐阿哥猫似地叫唤几声得皇上宠爱 齐阿哥一出生 就得皇上亲自赐名永从 把阿哥这都满月了 才让内阁拟了名叫永玄 别以为我不会读文解字 玄字什么意思 美食赐玉便是连玉都不如 主别动气 我怎能不动气 皇上就知道心疼那个病样子 八二个连看都不看一眼 就是 奴婢听外套奴才们说 说咱们八二个是中原鬼节省的 那七二个是佛祖诞辰省的 一鬼一佛 你胡说霸道什么呢 外面的人为了八弟皇上和七二个 说说也罢了 你也敢这么说 奴婢知错了 我 一二 这都能干什么 进来 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回娘娘话 太医说您刚出月子 要用热的姜水擦起身子 才不会让寒气入体 这是奴婢刚烧的水 八二个出生那晚 你怎么没把皇上请来 你这可没用的东西 下去吧 臣妾请皇上安 都起来吧 总算皇上还记着 今日是永玄满月 今日是中秋 又是永玄满月之日 朕自然要来看你们 这天儿这么热 朱镜值去长中空也是好的 为什么非得来御花园啊 御花园的御簪怕是要开了 反正现在请安还早 咱去瞧瞧 是 是 请贵妃安 八二个请贤贵妃安 八二个长得越发都好了 多谢贤贵妃夸奖 婴儿 奴婢在 蠢笨的丫头 这么热的天气 也扇个扇子也偷懒 好吃懒做的 你这想活死吗 家妃 一个宫女干活不利索 何必动干活 妹妹不过是教训 一个丫鬟伴儿了 贤贵妃有什么可心疼的呀 皇上驾到 臣妾请皇上安 皇上万安 天这么热 怎么在这儿说话呀 臣妾正在和贤贵妃说笑呢 皇上去看七二个 是啊 这永从啊 乖巧可爱 朕一日不见 就想念得紧啊 臣妾的八二个 也想念她的哥哥呢 这臣妾正要带她去 给皇后娘娘请安呢 什么声音啊 皇上 好像是哪个宫女挨了打 脸上受不住疼呢 是臣妾管教不严 有的人套扰了生家 闭嘴 是 朕与皇后一向宽然待下 从未听说打宫女 忍不住疼的 尽忠 带上来瞧瞧 喳 皇上便是她了 生得倒是挺伶俐的 站在这灵霄花下 倒有几分像你的模样 皇上 奴才说句不知轻重的话 这宫女是有福气 眉眼间还真有几分 像贤妃娘娘 只是无论怎么 都比不上娘娘的端贵之气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皇上请安 奴婢 几贤公公女婴儿 给皇上请安 婴儿 哪个婴儿 奴婢姓魏 本名燕婉 便是 粮食燕婉的燕婉 婴儿是主日赐奴婢的名字 用的是樱花的印 这脸上红一块 是被拧的吧 不 主日下手轻 是奴婢肤色白 才显得红了一块 不安分的丫头 本宫不过是看你 蠢笨不会伺候 才轻轻拧了你一下 你平白地做出这副样子来 想给谁看呀 这手上的伤 也是轻轻一拧拧出来的吗 皇上 臣妾知罪了 臣妾不过是 孕中急躁 才 才动手打了她 这心伤旧伤相叠 不止是有孕时动的手吧 皇上 你说你叫婴儿 是家妃给你起的名字 主赐奴婢名 是对奴婢的厚爱 放肆 你明知道 贤贵妃从前的闺名是青婴 你还给她起这样的名字 实在无礼 皇上 臣妾是无心的 臣妾没有想到这一层了 以后你不必叫婴儿了 叫回你的本民燕婉 也不必再回启强宫了 是 粮食燕婉 你读过书啊 前几年 奴婢在淳贵妃宫里 侍奉过大阿哥 跟着读过几句书 当时皇上还跟奴婢说过话 奴婢如今已经还是二岁了 皇上 燕婉这个年纪 离宫归家也是好的 要不然皇上再给燕婉许个婚 想侍卫什么的 也好安慰她这些年 在宫里受的苦楚 如意啊 朕瞧她还算是伶俐 可待到狱前当个宫女 你觉得如何 不如问问燕婉姑娘 魏燕婉 你不必害怕 大胆说 是不是想让皇上放你出宫 许个婚 贤贵妃问你话呢 奴婢自进宫以来 一切都是皇上的 奴婢愿侍奉皇上左右 好 靖忠啊 带她到狱前 好好教她规矩 喳 皇上 怎么 不想放人哪 臣妾不敢 你不必去长丘宫了 回你自己宫里 好好思过 下去 臣妾高退 皇上 让奴才先带燕婉姑娘 回养型殿 好 是 皇上 您很抬举魏燕婉 家妃欺负她 是有意折辱你 朕把她调到狱前 家妃就明白朕的心意了 以后 就不敢这么 肆意妄为了 臣妾谢皇上 朕同你去长城宫吧 臣妾 朕是 觉得有点累 想歇一歇 过会儿再去 也罢 朱孝什么呢 是在想家妃 拿你明慧做文章的事 还是在想皇上 安排魏燕婉进狱前的事啊 都不是啊 是想起林荣澈的托付 魏燕婉算是出了启祥宫了 可林荣澈跟她 也怕是难了 可皇上若是看上谁 大可直接下旨收了她 何必让人 教她御前宫女的规矩呢 不过也是 奴婢瞧刚才魏燕婉那个样子 朱友义提示林侍卫 竟是拦也拦不住 以前虞主也说过 这魏燕婉对皇上是动过心思的 这回恐怕是 今天这事啊 你还是去知会一身林荣澈 是 可是 可是告诉她也于事无补 林荣澈是留不住她了 但愿林荣澈不会像上次那样苦恼 好